首先用毛红粗带的位置打一点底线 点好后全面光芸开开就可以了 看起来没有那么粗大,皮肤都会看到好点滚色的底线 它的质地其实是偏厚的 所以很少用手推开就已经可以做到一个均匀肤色的底线 是Sophina的Loki Maze,把一点点放在甜尖上 鼻液,这些容易出油的位置 令妆更贴,更长时间 先做一个打底线 因为其实三种妆,你出席的长盒都应该是比较凉重一点 所以我平时就这样塗上CC Cream就会出家了 但今天因为是要衣服好一点 那就先用CC Cream,让你自己保身的肤色先 这种CC Cream是非常滋润的 所以你上了之后,你再上BB Cream或者粉底线 都会更加调整 E.L.F.的BB Cream,我用的色号是Buff 这样就做一个厚一点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厚一点的效果 厚度比较高不高 我个人觉得它不够 虽然它是够滋润 对于我这些混合性偏干肌肤 它是很好的 但如果是油性肌肤 可能它对你来说是偏油一点 皮膚的颜色都比较好 Mannerock系列 最近爆粗 比较严重 吃薯片 所以多了些瑕疵 而且眼圈 不是眼圈 好像是眼睛 眼睛的位置 部份都比较濕 用它來做點遮瑕 我都覺得不錯 到眼線的部分 就像平時一樣 用Liquid Viner填滿了自眸魚之間的 近度位置 大概是眼的尾三分之一 打橫拉一條線出來 把下底的線 拉出來的線 起到三角形位置 填滿它 這樣就做到一個很低調的Catliner 又不會太軸 或者不會太誇張 它用一些蛋弓、字幕鉗 由筋部開始夾起 接著就再 在中間位置 尾段位置 無求令它竅到這樣 接著就用斜下筆 遮瑕或自己本身的唇色 最重要的是 旁邊的位置 這樣就可以令一份紅唇更加硬 更加硬 先做一個打底 然後就可以拿出我們今天的主角 紅色的唇島 這一支是由LT Loader 它有一個MAPS的C-Bus 我會用由下筆開始 電氣 用一個點的形式可以更方便 而且沒有那麼容易出界 點完之後就可以用手指慢慢向外推 沿線邊 如果塗了出界的話 就可以用這些遮瑕筆 或者遮瑕液 收色香順一點 這個就是妝前妝後的對比圖 希望這個妝可以幫到大家 看看吧 OK 我多晚了 你坐著葉 是OK了 OK